有愛的電台 快樂電台 FM97節目 快樂快樂 電台 FM97.5 好難懂 來請來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你收聽快樂電台新聞掃上 我是今天的台版主持人ANGEL 大家好 上個節目一個小時之後休息20分鐘 我又再來了 現場我今天就有好朋友 這是來自於鳳山 我們的高雄市的市議員 歡迎李雅靖李議員 ANGEL好 各位市民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鳳山的雅靖 YA 好這個雅靖是來自我出席的故鄉 風山 所以人不親頭親 人不親 來12點24分要請教一下李議員 今天來到節目當中 我們剛才私底下聊那個我覺得我們先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些事情 是需要社會上大家共襄盛舉的 你剛才說 對一些特定兒童啊 比如說 你招待他們去一些活動 比如說去野外教學看 那什麼菜 阿婆又去美工餐廳在吃的時候 又給他客氣一下 那我感覺很趣 我問他說 欸這個是什麼菜 欸他就學起來了 這就自然生物科學 是是是 其實有這個發想是因為 我去過學校的一個營養午餐的那個 那個廚房 然後又去看看 看看孩子營養午餐怎麼吃蛋 那就是本來是想說跟他們用餐 後來沒有 可是我發現 孩子的餐是 可能一個人發一個碗 然後裡面有飯 然後上面就有菜 這樣堆疊在一起 我就覺得 這看起來 嗯好吃嗎 我們自己看了就覺得 嗯 所以我就覺得 欸又想說 欸其實孩子可能知道吃 可能不好吃也要吃 或者是說 他不知道這什麼菜 嗯 然後剛好又有 呃朋友就是 呃是開那個自助火鍋 火鍋那種 吃到飽那種 然後就跟他講到這個 他就說 欸其實可以帶孩子來這邊 嗯 呃用餐 然後他可以辦 support 我就對了 是 然後我就想說 欸可以喔 那我的發想是 不是我 因為我的能力 沒辦法做全面性的嘛 嗯 那就想說 欸要學校的一些 特定對象的小朋友 嗯 或許他是 隔代教養啦 或者是 單親啊 或者是 反正就是家長 或者是 經濟上比較困難一點的 忙著要工作的 那沒辦法帶他們出來 有一些戶外活動的 欸把他們帶過來 嗯 所以從第一屆 我們開始在辦 這樣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陸陸續續就有人聽到 雅晶欸有在辦 公開我們的小朋友 嗯 學校小學生的事情 那個活動喔 那把他帶出來 比如說我舉個例 剛剛Angel講的說 呃帶到火鍋店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開心 嗯 可是我們很擔心 蛤為什麼 火鍋店有火啊 啊 我們就第一個要先叫他們 怎麼烤肉 怎麼不要去碰到火 才不會燙到自己 嗯 然後又帶他們去看 取餐的部分怎麼取 才不會浪費 還有我也會臨場考驗 怎麼可以讓他白白吃呢 哈哈 這什麼菜 然後這菜是 是在地面上的 還是會生長在 嗯 天空半空中的 嗯 比如說 金粿 金粿叫什麼 南瓜 欸孩子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 我們的互動 他學到更多 是是 那其實用餐起來 他也會格外覺得說 欸 這就是他們平常 在營養午餐裡面 吃到的東西 原來可能長的是原型是這樣子 是 我就覺得那時候好感動 因為孩子開心 然後又有好朋友 支持我們 我就覺得 嗯 其實是從那時候 開始慢慢天天雅進 每一年都要帶孩子們 去看不一樣的事物 是 包含去看一些 國外來的展覽 嗯 然後一些文化展 文字展 然後甚至 我也帶他們去看過歌舞劇 欸 在義大那時候 很豐富喔 當然 當然看完以後 不能只讓他們看完啊 嗯 回來再 我們去義大嘛 然後所以 回來過程當中 我會要 要小孩子去分享 他看到的感受是什麼 那回到學校裡面 老師也會要他 分享給孩子們聽 他的同學聽 訓練一下表達能力 對 我覺得這樣其實 只要他有所感受 他就能 就表示他有吸收 是是是 他有感動到 對 那這樣其實就能達到 我們想要給他的一個 呃 效果 跟訊息 我覺得這真的很好耶 我覺得你當民意代表 這就是說 如果可以號召 甚至我覺得有心 大家要來做的 趕快也可以那個 支持一下李雅靜議員 謝謝 我覺得繼續做 比如說 以前是 例如說做100的人 對不對 如果比較大團 他要怎麼多辦幾次 還是說一邊做三四百的人 也不錯喔 哈哈 太多人 我們顧不敗 哈哈 恭喜要拋磚引玉啦 不過我真的覺得 是很棒 孩子們其實需要多關心喔 他們 有時候本質上真的不壞 他們要的只是 我們多去關心他們 真的喔 像鳳山有一個 慈揮員 慈揮員 那那邊可能特定對象都是從 十五六歲 甚至年紀更小的 然後他們可能是法院管束的 喔 那我就覺得 很多人覺得 對他們印象不好 因為 甚至他的 另外家園的時候 穿白鞋子 打擾人家 或者是說 呃 拿著 木刀幹嘛 在那裡砍砍 就這樣子 所以會造成 附近的鄰居排斥他們 可是 當我去接觸他們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 不壞 是 而且 你多鼓勵他 他會更開心 然後他會有成就感 就朝這個方面 因為 比如說他們有烘焙房 然後以前有餐廳 也不錯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說 通常他們東西真的 不錯吃很好吃 我就說 喔 你東西好好吃喔 但是我是女生的 你煮這盤這麼大盤 我是怎麼吃的 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以後就會特別注意到 欸 男生去的量 跟女生去的量 有一點客製化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進步 然後就覺得 欸 其實他們都很好 只是說 我們的關心 我們的 出發點可以用在哪裡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 好啦 你雖然沒有結婚 但是也感覺好像有很多孩子 很會帶孩子 哈哈 就是用同理心 我的童年我需要什麼什麼 我就用什麼樣的想法去 看待在這些孩子 對啊 好會溫柔的這樣子 就點一下 那時候我騎乖 哈哈哈哈 那騎乖是質詢的時候 有時候power要出來 對 那個也是需要的啦 我說實在 是 今天既然您來 因為這個是來自於紅刷 其實鳳山最近真的改變很多 鐵路地下化 現在到底情況怎麼樣了 有人跟我說 一間就差不多要好了 鄉親這樣應該有開心吧 嗯 其實我們有期待 欸 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也有擔心在 嗯 10月14號聽說 鐵路地下化要來 呃開 開幕了嘛 嗯 那那天剛好雅進總部成立 也沒辦法去看 所以 有一點小遺憾 你10月14號 總部成立喔 對就是這禮拜天啦 好好好 就是大家可以看是要去看 鐵路地下化還是 雅進到老家啦 嗯 這支付式行銷一下 但是 呃 我說的 我們期待是因為 因為 長期以來 我們的鐵路 沿著我們的 高雄 不管是住家也好 嗯 或者是商業區也好 其實沿線 呃 我們說喔 草草農農農 金銀農 這些住 有哪30幾年啊 嗯 那我們期待的是 欸 因為鐵路地下化以後 我們這些噪音 就是 會影響生活品質 這些噪音們 可以 呃 降到最低 然後為人民的生活 其實 生活品質整個往上提升 數 數值提升 他們終於說可以好好睡覺 可是 啊 我們覺得 以鳳山這一段來說 嗯 我們還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在鳳山這一段 從 呃 金武路橋 到大治路橋這一段 嘿 聽說我們呃 呃 高鐵 呃台鐵站 海鐵站我們鐵改局這邊齁 嗯 要在沿線設置那個搶救通道 哦 那其實跟安全有關係的 雅信都非常的認同 是 是 本來就要留搶救通道給 呃我們的 鐵道的一些朋友們 嗯 工程人員去維修嘛 是 但是 當他開始一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 把這些搶救通道都靠緊鄰著我們的住戶 哦 我們就想說 欸好不容易鐵路地下化以後 其實我們期待是 有更多的不同的商業行為進來 是 生活圈進來 甚至是有不同的 綠美化的一個環境進來 對啊 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可以更提升 結果 我們這段沒有 並沒有那就算了 因為出口段剛好在我們 這一個區塊 金武路橋跟大志路橋這邊 那邊還蠻多人的 那我們就想說 啊 啊不然好吧 那看看幫忙想想辦法 有沒有辦法是可以往 呃更 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 欸 你住家也一點點是不是 對 洪山庭更下去那邊 放大條那邊的住家比較少 嗯 還是說那邊都藏花 嗯 或許可以在那邊 對對對 看搶救通道能不能在那邊 嗯 後來溝通的結果 其實他說 其實在搶救的過程 我們都是搶時間 欸這點打動我 我認同 嗯 你你搶時間 可是你能不能把 你的搶救通道 往別的地方移 比如說 你明明有12米 大概12米 至20米的寬度 那很寬啊 那你可以往 比如說 因為我們那裡那裡 還有一種 我們的鐵路地下 其實上面不能去家了嘛 嗯 去家怕有好重的問題 對 那你可以把你的搶救通道 往你的鐵路地下化的範圍 嗯 地上 你可以當搶救通道 嗯 其他剩餘的範圍 你可以拿來 呃當我們的可以親近的公園 綠美化 嗯 那其實你有綠美化 當然你就會 有種樹 欸對啊 種樹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我們的綠泥巴 嗯 綠泥巴可以幹嘛呢 第一個 它有吸 吸音的效果 還有它有 防塵的效果 嗯 其實學過工程 學過環保 你都知道 呃綠泥巴的吸音 跟它的那個防塵 就是PM2.5的那個落成 把它天然的阻隔 其實效果 其實不不輸我們的隔音牆 是是 那隔音牆其實看起來硬邦邦的 嗯 我覺得啦 那是我沒有想要 住在那 我們家隔壁 就一定明明有穿啊 嗯 因為鐵路地鐵路的長期 都經過我們這邊的關係 所以 我們的大城故事館這邊 嗯 叫一個大城的舊部落 嗯 啊 旁邊就有圍牆 嗯 啊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明明我看得到 以後未來可能是公園 可是我看得到用不到 我要繞一大圈才過去 嗯 我們一直在 跟中央溝通協調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綠黎巴 嘿嘿 來當牆 來當隔音牆 天然的美化啊 真的 你用牆以後 然後又用隔音牆 嗯 隔得很漂亮 你如果 用一般的那種 工程的隔音牆啊 你就剛剛 哇我們家的船 怎麼會越來越高 嘿嘿嘿 那種壓迫感 而且它就是那種 有點像鐵板 混水泥的那種 類類似那個 然後想說 如果你可以 你牆不拆沒關係 那你上面就用綠黎巴 嗯 至少我看到的是綠色的 那種感覺 真的 就是差很多 對 然後其實我們一直在跟 鐵蓋局啊 然後鐵道局那邊 嗯 做溝通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 不同的工法 對 甚至用綠能的概念去 讓我們的 因為鐵路地下化以後的 周邊環境可以更美化 沒錯 因為我覺得城市的景觀 很重要 再加上那附近 如果又有居民的話 我覺得其實 現在都已經很進步了 對 可以兼具美化跟 很實物的功能 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在 溝通這個東西 所以還在溝通中 其實有兩邊的力量在角逐 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 其實用隔音牆就好了 不需要太麻煩 他們的行動太麻煩 可是 你沒有想到住的人 不是你們住在那裡 是 這些人住在那裡 你要去尊重人的意見 但是說 他們如果希望的是 他們有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不要再 穿上有穿上 又用穿上來把我們帶給我們 更大的壓迫 我就想要把這些穿上 沿路倒過去 不要有穿上 你再給我做隔音牆 我覺得你可以去做一下調查 看我們附近的居民 到底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 畢竟是他們住在那裡 我們可以這麼說一說 我們就 腳踏踏踏踏就走 反正就說 都已經有穿了 就這樣跟我們去的環境 就這樣做 其實還有更好的方案 對 其實我們可以去考慮 那因為 剛好雅進本身是學環保的 然後對於這個區塊 其實都有一些著墨 那你就會想說 欸 想要更好的一個環境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給這些長輩 來做生活上的一個 機能上的一個改變 而不是說 因為鐵路地下化以後 原本的期待沒有了 就算了 還要增加更多的一個負擔喔 這是雅進覺得 欸 在這區塊 我們鐵改局跟鐵道局 可以去 通力合作的喔 對 那回過頭來講 主持人有稍微提醒雅進 鐵路地下化 能為我們鳳山帶來些什麼 是 嗯 我覺得 第一個除了是 環境上的一個 清油以外 嗯 還有是說 未來是不是因為 鐵路地下化 會改變之後 我們的周邊的 房地產 不動產也好 就是土地 特別的現在就是說 前站後站會通啊 對 還有一個是 我們的交通的問題 嗯 希望可以在這過程當中 嗯 可以得以疏通 對對對 那 那 應該是在上一屆的時候 其實我們 亦會有組一個鐵路地下化小組 那雅進也是小組成員 所以我們在小組的時候 有特別建議說 欸 我們的 鞋合路 鳳山的有鞋合路 它是單行道 嗯 可是那邊車流量很多 嗯 因為從朝公路 右轉過來 可以進 那個是唯一通道那個 我們的 我們可以通到那個 博愛路的地方 嗯 可是從博愛路就沒有路 可以直接進到火車站 嗯 還是要繞一圈 或者是 要從別的地方 然後那 其實我們的鐵路那邊 嗯 那個區段 其實長車禍 哦 擁擠 以前還曾經發生過 很重大的車禍呢 對 然後就特別提醒 我們鐵道局跟鐵蓋局 嗯 能不能 由 呃 博愛路那邊 嗯 可以變成是雙向的 如果這樣子 哇 現在景觀也會變得很漂亮 而且交通不會打結 對對對 後來還好就是鐵蓋局 鐵道局 這邊有聽到雅靜的聲音 嗯 我們有堅持 然後所以現在變成 博愛路到我們的火車站 有一條15米的道路 真的嗎 現在有 也是單向的從 博愛路進到那個火車站 是 然後如果從火車站要出來的話 就從協和路出來 哦 然後看看是不是可以 對 然後 以前常走那條路 就像您說的 草公路跟前後站 其實現在有打通了 對對對 到後面的河濱路 其實我覺得 有變漂亮啊 這樣的一個交通路啊 嗯 未來會更方便 然後可以分流一些車流量 那車流量分流以後 其實地方的交通不打結 嗯 當然我們的不管是 呃 經濟的一個商業行為的活絡 嗯 或者是房地產的一個浮動 是 其實會有連帶的效應 嗯 我跟雅靜議員喔 報告一下 我很想要出席 而且我在鳳山喔 住大概二三十年喔 是 最好玩一件事喔 因為我這一陣子 我都沒有住在鳳山 因為我腳不好嘛 骨折之後其實 我好一陣子都沒有回去 最後你知道嗎 我走以前常走的一條路 從我家國泰路到好像武泉 武泉路吧 嗯 然後一直躺躺去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 是中華市場 我要去火車頭嘛對不對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我會迷路 因為為什麼 以前就是中央健保局 這邊前面一條路 因為那些違建整個都拆掉 然後路也都都拓寬 就是街景跟以前不一樣 好像多了一個回旋路口 我跟你說我以前 我已經在那邊就迷路兩次 呵呵呵 我第一次還以為 還傻傻的傻傻的傻傻 我想說 欸 那就奇怪 還搞第一次搞不清楚狀況 第二次我再走一次 我很認真的要走 對還是走錯 你就知道那個附近的街景 我先跟大家講 那街景喔 以前喔 都是假的 那個那個 那個矮房子 頂多兩三 差不多兩層樓那種嘛 我知道 對不對 他這樣整個拆掉 然後旁邊又蓋了很多那個 很漂亮的那個高樓啊 然後綠美化之後 我跟你說 我現在我走到那邊 我全部都迷路 我是還繞得回家啦 但是就是會迷路 那是代表一個其實 但是我是欣喜的 我們看到 比如說你講那個火車站 那邊是不是也有那個 像是河岸景色 然後種柳樹什麼 我都覺得 曹公俊 曹公俊 曹公俊喔 所以要這樣被人做漂亮 但是這個背後其實 今天聽雅清議員就 這個話我們就知道 其實背後還是真的經過很多的努力 真的 而且還有當地 要跟當地居民 你要去傾聽他的心聲 真的 對啦 你這樣爭取 他就有效 要不然我跟你講 有時候施工的人喔 他的乾單 有時候是就好了對不對 對 因為那是發包的工程啊 就照設計 設計如果之前還有什麼缺陷 現在也不知道我就照圖施工就好了啊 還有一個是喔 中央跟地方沒有銜接的話 會造成一些觀念的落差 是 包含我們地方建設的落差喔 對 比如說舉這個例子喔 他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跟地方溝通 他只跟市府溝通 市府要的東西 跟他們要的東西又不一樣 然後市府要的東西 跟我們住在這附近的人 的想法又都不一樣 畢竟真的大家不是住在這裡 我就覺得奇怪 到底是我們要住在這裡 還是你們要住在這裡 為什麼你不來跟我們地方溝通 你要讓我們三番兩側去 帶著民眾去跟你誠情抗議 據說第一次沒有地方特色啦 然後居民還會這樣要求說 不要這樣怎麼問白 是不是 你說那個主建築物喔 對對對 現在主建築物 原本他們是想說 要把他變成是那個 呃 像鳳凰那樣 第一次就像你說的 就是建築物 好 你說那個開了 我說的開了 我說你是在建老人活動中心嗎 這棟就是這樣 我們四個路就是有 因為要方便 樂齡的這些長輩們 可以方便進出 所以他沒有太多的變化 嗯 我就說你是要 蓋老人活動中心嗎 你能不能有一些特色 嗯 比如說 這個火車站 原先他應該有100多年的歷史 雖然他經過兩次的改建 嗯 那原先是從 日治時代那時候就有 嗯 那可能 是簡單的一個木屋 木的一個木製的一個房子 當成是他的 車站站體 可是在經過再改建以後 欸他又不一樣的風味了 那你能不能就我地方 嗯 鳳三文化的一個 呃特色 對啊 去加以改造我們 需要貼切我們 有這個 有質感 是 一個鳳山的一個 有質感講得真好 真的因為 鳳山的文化底蘊太 太豐厚了 這是古城欸 對所以 你其實可以去設計 而不是我們不一定要 Fashion的一個火車站 嗯 你可以設計跟我們 比較符合當地民情的 更何況 火車站出來以後 有曹公駿 曹公池 然後還有鳳於書院 還有一些砲台 都在那附近 沒錯 如果你可以結合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 把這樣的一個主建築物 坐落在鳳山的火車站 嗯 欸我覺得 它是 它會是一個 整個台灣的一個亮點 對啊 你當時光之窮頂 這是捷運站在高雄的時候 也可以成為一個地方特色 尤其齁 我覺得亞進院 真的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為什麼 那個什麼鳳林書院 其實還有那個 我其實好像是砲台是不是 就是曹公路這條 對 雄公砲台啊 它其實就有可以走的景點 那旁邊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火車站 你把它蓋合特色 人家來就是什麼 拍照啊 對 要走走地方特色 是不是有好吃的 所以你看那個火車站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無形當中 如果他們有做的話 其實 加分 因為庶民經濟 就可以整個帶上來了 對啊 而且可以讓更多的好朋友們 看到高雄看到鳳山的文化 的底蘊 然後它的美在哪裡 對 當初人家的水利工程怎麼做的 剛好就在我們鳳山 都可以去看 然後現在 他們現在蓋得還蠻悲玄的 我不曉得 是不是就這樣訂啊 我覺得好可惜喔 因為 好 先讓電台廣告喔 聽眾朋友可以 可以Google一下啦 搞不好最新的圖案 可以查得到 好 現場時間已經十二點四十四分 大家收聽還是 這個新聞線上 又是來代班的 節目名稱我想一下 我是Angel 楊潔今天休假啦 來 觀眾之後回到現場 來 謝謝 楊潔議員 劉沙憲 等今晚高雄的劉沙憲 讓我們最改善 社會變形勢 拜託 拜託 2018高雄有狗搖擺加年華 10月13號下午3點 文化中心西側草坪超萌登場 由寵物白色共享餐桌創意賽 全國首創 露天狗瑜伽健身增感情 全台首場 還有限量免費寵物四合一見診的行動醫院 熊爸開獎等 有狗搖擺10月13號就等你來 呻呻呻呻 以上為高雄市棟保出廣告 親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鄉大僚區議員好選人 韓四川 凡四村林鄉大僚要進步 議員愛選會做事情的 支持會做事的人 四川有能力有信心 為大家來做最好的服務 勤求鄉親好朋友 全力支持韓宿川 感謝大家 FM 九七點六 新聞射小王賴 永遠對陪你心悲 新聞快步 一般這次有標示 當北斗已經建立流行的規制 請出來有五歲以下 小孩的家長要特別注意 阿姨 你有聽到嗎 新聞說 說特別是家裡有 甘冰島當北斗的小孩 最好要睡 腳手沒力 一直在討 會出這裡的當前的政策 要趕快送去便宜治療 嗯 欸 你剛才回來的那不是生小手 要不然我是不准你抱小孩喔 是 漂亮 他讓當北斗要吃小手 他最好由一杯關節室提供 我是他要撲出所有政策 我要為鄉親打票 整個今晚的天出幾歲 讓年輕人回來 整出隔天遠身到冰島 讓鄉親通車方便 讓大家來冰島觀光 帶動電風經濟歡迎 經濟要多路 都去觀光要出路 等給所有政策 冰島賺錢大進步 親心執政 全力以赴 11位於是冰島觀點 請支持 收清爭 關懷你我的未來 聲音最愛 快樂的電台 FM97.5 快樂 電台 FM97.5 來 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所收聽的是 快樂人破房高雄台快樂電台 FM97.5 這個新聞線上 online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六 這個12點20到1點的現場節目 現在已經到了12點 其實將近已經48分了 所以後續其實也存在了 混淨了 其實如果要講 我再講說 其實亞進議員 其實我是有一點 有一個疑問 我一定要問 今年因為其實 是韓國瑜來 我對整個可能國民黨的聲勢 其實應該是有加分的 是 對 那亞進議員 當然在地方上 已經連任很多次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如果講說 你一定會選上 感覺會像亥妮一樣 因為你還是要很努力的拉票 因為服務都要照做嘛 坦白說 這次選情還蠻緊繃的 尤其對我們現任的 新人多 所以對我們現任的 其實會比較選情緊繃 而且等一下 我還不得不講一個口播 是你一個對手的活動 可是因為這個是廣告 所以你等一下要 不好意思要讓我講一下 因為它13號 我本來很想挪到別的地方去講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對對對 不過我剛談到鳳山喔 我覺得今年的高雄很熱鬧喔 不只是鐵路地下化 要在這個月 這個禮拜 10月10號來成立 然後把就是開始使用喔 明天衛武營不是也要開 對 衛武營也開始 就是已經開幕了喔 也開始使用了 可是對鳳山來講 這些都是有到 跟鳳山有關係 衛武營、錦鄰、鳳山 甚至有一部分是在鳳山裡面 對 那鐵路地下化也有一段 是在 甚至出國段是在鳳山喔 我們很開心有重大的建設 到鳳山來到 我們高雄來 可是 相對的看看 反光我們合併以後 我們的原縣 原高雄 原高雄縣 到底有什麼樣的重大建設 我一直覺得 我們還可以值得更多更好的喔 比如說 錦鄰在衛武營旁邊 旁邊就是我們 早期在民國66年 就已經開始在動工設計 甚至已經落成 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有機會去抽籤的 五甲國宅 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 很好很棒 尤其早期的工法 不得不承認 前輩們的工法 真的這些師傅技術真的很好 你去過我家啊 是 然後其實雅晶也是住在那邊喔 我小時候也是住在那邊喔 我跟你講超級讚的 真的 可是 我們那邊真的是 第一期 疏於照顧喔 是 因為我們照顧的速度跟風化 跟因為氣候變遷的狀況 跟我們使用的狀況 其實速度不成正比 所以 有時候 我們的家庭都會留好啦 甚至 外鄉會剝落等等之類的 所以雅晶一直在拜託 我們高雄市政府 甚至是中央 能不能為我們的五甲國宅 因為 我記得這個國宅 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 有大樓的國宅 嗯 全台灣第一個喔 所以 鳳山有兩個第一 第一個是 黃埔新村 第一個眷村是座落在高雄 就在我們鳳山 是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五甲國宅喔 那 它 其實具有指標性 對 具有指標性喔 能不能拜託中央營建署 然後到地方的 都發局 能不能幫我們申請專案的經費 在短期間 是不是用 第一個拉皮 第二個 第一個拉皮 第二個是 我們的 出費店 老侯的啦 甚至 剝落有避癌的啦 甚至 我們的走廊 有一些比較老舊的 能不能幫我們做整個的翻新喔 是 或許 呃 市府可以幫我們 就是中央的部分 可以幫我們出個 大部分 比如說三分之二 然後三分之一由我們自己出 甚至我們的廣委基金的一些利息 也可以起來支援 對 我覺得 地方中央跟市民朋友通力合作 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可以向上提升 其實我覺得這在 這才是公部門該做的喔 沒錯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 想想 我們的另外一邊 國宅的另外一邊是 非常廢旋 甚至是東南亞第一大的一個兩庭院喔 是 就在高雄坐落 然後 南京路的另外一頭 好 居然是四五十年的一個 呃國宅喔 對 那你的 你不顧我們的 不顧我的安全 要顧一下國家的形象 對啊 我覺得這個 不管是市府也好 中央也好 拜託你們 不要再坐在辦公室了 請你們走出來 看看我們市民朋友需要的是什麼 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不要你們想到什麼 做什麼 雅靜議員我來講一下 其實陳經衛有跟您建議嘛 我們在Facebook的時候 我說像那個外牆 呃那個外牆都可以拿來喔 反正你如果高雄市政府 這樣是 是都發局 都發局 你如果要主導的話 你就把它 你把它美化嘛 你甚至於你要放廣告 或什麼標語都沒有關係 安久我跟你說 現在市府完全不做耶 然後他通通要把這些作為 這些責任押給我們的 住在這邊的市民朋友 為什麼 他說你沒生在管委會 你們要怎麼做 我也沒辦法幫你扶著 什麼都需要管委會 班博的外牆 尤其是大樓的 我都怕那個好像有瓷磚外漏 我們公寓沒有 別的縣市 別的縣市 其實是市府帶頭做 縣府帶頭做 可是就高雄市政府什麼都不行 那我覺得都市的一個更新 一個活化 不是只有 朝都市更新來做才可以 那個是中長期去作為的 那個是以後的事情 可是短期你可以幫我們做 是構成我們的安全 萬一不適合有人卡住 還是安全 所以你就看到 中央跟地方 你看這種角力 然後再加上地方 如果這個政府 其實如果 所以我常常覺得 有不同的政黨平衡是很好 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來賓 是李亞津議員 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我要講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他競選對手的 這個活動消息之前 我們先尊重一下今天來賓 您是10月14號 幾點競選總部要 9點30分 在雅津的服務處 就鳳森區自由路 125項13號 要來成立 邀請大家一起來 共襄政局 跟雅津道贊一下 讓雅津有加大力量 為大家來向前行 好 來那泡茶 了解一個地方 是非常好的 好 那不好意思 我現在就要講一下 這個廣告啦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余天 楊烈 黃西田 都要來鳳山唱歌了 那這個演唱會叫做 寶島歌王之夜 是由陳其邁市長 趙天林立委 以及民進黨鳳山市議員的 候選人林志鴻 所舉辦的是在10月13 禮拜六 晚上6點半 在鳳翔國中保育街100號 保華二路與保育街口開唱 好 卡斯非常堅強 除了余天 楊烈 黃西田之外 陳其邁市長 趙天林立委 都會到現場唱歌給大家聽 大家都會用最好聽的歌曲 來跟各位相親長輩來過重陽節 所以請大家記得喔 10月13日 禮拜六 晚上6點半在鳳翔國中 來開唱 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個一定要啦 因為廣告畢竟是我們電台的命脈 對來賓 不會失禮吧 因為我有先講你的喔 哈哈哈哈 不會啊 不會啊 好啦 好朋友啦 這個怎麼講 因為是在地的好議員 他能夠做這麼多屆 鳳山相親的心聲我都知道 但是真的要每一票 我要講說 其實對於大家 你心目當中好的這個議員 他真的 為大家很認真在做事 請大家那個票都不要跑掉 因為票你沒有投進去 你說他現在聲勢多好 其實都很危險 是啊 是啊 所以 我們的堅定的力量 來自於大家喔 嗯 你們平常的鼓勵 也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然後還有就是 你們平常的指導 那也是我們對大家的腳步 還是有一個方向喔 是 對 因為大家有講 我們才知道說 還有哪裡需要做建設喔 嗯 那這個 我們需要 我們想要做 住怎麼樣的家園喔 我們共同來打招 他一講就把我們五甲國宅 我們那個新生 老實講 房子老人也老了 尤其那個五樓喔 那個那個老住的問題 跟外牆整個那個斑駁 欸有時候會影響到裡面 不一定會燒水耶 對不對 所以包括有安全問題 我好像三歲 五歲 對嘛 四十有了啦 反正公報上都有 好啦 最主要是讓大家繼續支持 這喔 鳳孫的女兒 比亞進啦 感謝大家的收聽 謝謝 進來 謝謝 今天是拜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快樂聯播網 快樂電台FM97.5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個禮拜繼續鎖定收聽囉 拜拜 再見